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测一下时钟信号 时钟信号也是没有电压 cpu的话也是没有温度 测一下cpu供电 cpu供电不正常没有电压 再测一下主板的其他供电码 这是VTT供电1.05V正常 这是一个0.95的供电也正常 再测一下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也正常 最后测一下南桥的一个1.05V的供电 也都正常 那再测一下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这个信号比较容易出问题 这边的话也是测到有电压 b75的cpu供电还受南桥控制 所以还需要测一下南桥的两个pG信号 这边测到第一个pG信号已经有3.3V正常 还有一个pG信号是IO芯片发出去的 可以在IO芯片附近的电阻上面测到 这边测试是没有电压的 G家的主板有一个电压检测电路 IO芯片通过两个分压电阻来检测12V和5V输入是否正常 这个电路也极其容易出故障 12V和5V经过两个分压电阻之后 输出一个2V的检测电压给到IO芯片的 这是5V的输入电压正常 看一下它的分压 分压只有1.4V 这一路已经不正常了 再测一下12V的 12V输入正常 12V分压有4.3V 两个检测电路输出电压都不正常 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 一般都是某一路出问题 我直接把它四个分压电阻都给拆掉 12V的分压电阻其中有75K比较难找 所以我直接找了两个15K和10K的 把5V的给补上去 然后把5V的检测电压和12V的检测电压用气胞线接在一起 因为它们都是2V的输出电压 切上去之后再来开机试一下 点加开关之后整套卡已经可以跑马了 这时候我再去测一下那两个检测电压 已经是2V了 很标准 现在的主板BIOS里面基本上都有带电压检测功能 可以看到在BIOS里面12V就是12V 保险起见 装个系统测试一下 因为客户之前跟我说 他之前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自动重启 装完系统之后连续开机了四五个小时测试 都没有碰到过自动重启的现象 OK 这个主板应该就修好了 再次见到这个地方 对视频 对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